花蓮的金針花旗8月1號將正式開跑 富里香農會必須農會在台北召開記者會 現場徐真偉也廣邀遊客到花蓮來遊玩 89月份金針花旗是以浪漫為主軸設計系列活動 富里6013最佳賞花旗是8月1號到9月25號 而玉里的赤柯山賞花旗是8月1號到9月30號 遊客可以選擇在最佳花旗就是8月中來造訪 89月金針花旗以浪漫主軸設計系列活動 富里60彈山最佳賞花旗在8月1號到9月25 玉西刺客商的最佳賞花旗在8月1號到9月30號 想要在金針花旗與星空下賞新旅遊客 可以選擇在最佳花旗的8月中造訪 富里香農會總幹事張樹華 玉西地區農會總幹事蔡宗翰北上召開記者會 現在許政務也群審參與記者會的活動 同時也廣邀遊客8月1號開始來花旗一遊 尤其是花旗在推廣五個鏡 一個鏡是乾淨的鏡 第二個鏡是安靜的鏡 享受我們所有天地富裕花園的寧靜 感覺到我們生命中有不一樣的一般水土 一般風情的意境 另外我們更希望花鏈成為所有人心目中的桃花園 而我們在推動我們的觀光以及我們環境的優美以外 我們更希望花鏈成為有機的首都 所以我們的勁道非常的強 每一年我們所有的觀光的記者會都來到了台北 這個所有的行銷觀光大家一起來努力 再一次歡迎大家 八月以後七八月到十二月花園有非常非常多的我們的活動 預計第七農會帶也包括新型青蕊草造型花海天星茶園 大使茶園新造型花海 四顆農場紅心黃厚意種金針 生活加封林道夾道花 出海道迎冰花等秘境 不用出國就可以享受被花海環繞的療育氛圍 富裏鄉農會在六四單身當中 以特殊螢光彩灰的方式讓遊客夜晚尋找動物 這十大動物包括了昂首飛翔的大關鳩 還有自得其樂的大猩猩 牠們將在山上各個水塔棲息 白天和黑夜呈現不一樣景象 等著大家在散花之魚 原路尋找牠們的神秘蹤跡 記得講謊言台北社報導